小叔 这两瓶三十年的花雕啊 口味纯着呢 没准您店里都没有 您好好尝尝 多不好意思啊 什么好客气的 您才客气呢 但从您这么多年 一直关照我妈 我早该谢谢您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谢什么呀 行了 小叔 您那个待会儿多喝点水 休息一下 我就先回去了 行 行 乔叔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我来跟你商量商量 您有时间吗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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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您坐 乔叔 这事啊 非得您拿住也不可 您说 您尽管说 是关于我妈的事 乔叔 我们家的情况您最了解 我妈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 一把尸一把尿的把我拉直打 可是我这不孝的儿子 人长大了 又出了国 把他一个人留在北京 每当想起这事啊 我这心里啊 那叫不落人呐 是 是 一个人是不容易 乔叔 不瞒您说 我打小 就把你当成我们家人 您看我不在的时候 您跟我妈走得最近 你们两位也最互相了解 对吧 是 是 所以说呢 我想给我妈 给我妈找个老伴 是 是 可是您知道 这一般的人哪 我还真不放心 她不了解呀 所以这些年 我可着劲地选哪 挑哪 太不容易了 是 是 是得挑一挑 挑一挑 这些年哪 我倒是心里 觉得有个人选特别合适 可是你知道 当真下主意 敲定这事的时候 这心里又不放心了 所以说 我觉得 还得 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同意 我同意 乔叔 您看 您这话不负责任了啊 您同意什么 你得对我妈负责任呢 我对她负责任啊 您看您 您还负责任呢 您知道是谁吗 你谁都不知道 您就说同意 吴教授您了解吗 你今儿第一次见 您就说同意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这个吴教授呢 我倒是挺了解的 这人品啊 学识啊 各方面 跟我妈都特别地般配 人也老实 可是您也知道 这过日子啊 单靠这些它不够啊 比方说我那前妻吧 前妻两母 人也好得了不得 可是我们俩啊 见了面就是水火不容啊 怎么着都凑合不了一块儿去 您看您在这个饭馆里 每天见那么多事 见那么多人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事 请你拿个主意 把把关 这心里啊踏实点 我能有什么意见 我看合适 得嘞 您说行哪 肯定行 这事就这么定了 翘叔 您永远是我翘叔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我走了 那我送送你 翘叔 您歇着 别走了 歇着歇着 我走了 我走了 哟哟了 妈 今儿这么高兴的啊 今天真高兴 妈 喝杯牛奶 待会儿我给你放水洗个澡 好好睡一觉 要想静孝啊 就好好陪我说说话 让我这么早休息 我哪有这么多觉啊 妈 今天这觉啊 你必须早睡 明天啊 咱家有跪可来 那还不得精神精神 你担心我 我还担心你呢 你给人家吴教授 我夸下海口 让人家到我们家 来尝你的手艺 您能两下子行吗 能代课吗 我妈就是我妈呀 高 其实啊 我的水平 我自己了解 我那手艺不叫手艺 那叫现役 不过我已经准备后招了 放心吧 你不用说我都猜得出来 又打人家乔叔的主意了 是吧 我妈呀 厉害厉害厉害 让他来帮忙 亏不亏心哪 平时对人家爱搭不理的 现在用得上人家了 把人家当壮老历史 乔叔答应了 乔叔这人你还不了解啊 我那两瓶极品黄酒 他绝不会白喝第一 看不出来啊 学会使用糖衣炮弹了 小七 快出来出来 起了怪了 买了什么 我刚要出去 我刚要出去 家门口不知道谁放了两瓶酒 你说怪不怪 这两瓶酒 不是昨天我给乔叔送过去的吗 是吗 那他为什么送回来啊 是啊 怎么回事 我去问问他 妈 妈 妈 你慢点点 慢点 老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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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订我啊 您找乔叔 我找他有点事 他人呢 我今儿一大早没看见他 要不然您上楼问问小红 妈 妈 小心点 小心点 小心点儿 你别急啊 小红 小红 郝阿姨 您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没事 你今天看见乔叔了吗 看见了 半个小时前 盯着个那么大个箱子 然后脖子上还挂了一个 出去了 是吗 他 他这事上哪儿去啊 他当然没说了 您还不知道乔叔那个人吗 平时一话就少 口紧着呢 这个老东西 这是上哪儿去了呀 这不是坑我吗 倒是给我留个信啊 妈 您先别急啊 别急 万一生病了都不成事了 再说乔叔 我会出什么问题的 他哪儿会有问题啊 他身体那么结实 那么硬朗 哪儿都是好好的 妈 您看您 这么想不就结了吗 把我扔了呀 从今以后 我们两个一个天南一个地北 他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老东西 跟我说过的话 没几天就不算数了 顾小琪 你跟我说实话 说什么实话 我看出来了 是你把他赶走的 昨天送酒的时候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我 我其实也没说什么 我 我就是说 说让他帮着您参谋参谋 说出主意 参谋 参谋 对 我是觉得 他跟你比较知根知底 让他看看您 您跟吴教授 到底合适不合适 什 什么合适不合适 我和吴教授 妈 我是 我是这样想的 您看吴教授这个人 气质优雅 然后也很有文化 而且人还很风趣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你好有心气你 妈 你消消气 我都是为了您好 我是您儿子 不会害您的 去 把他给我找回来 妈 这北京这么大 你让我去哪儿找他呀 机场 火车站 高速公路路口去捷去 要不然 我死给你看 那不行 我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这儿 快去 行行行 还不快去啊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 好好好 好阿姨 您 乔述啊 没有看见啊 对 也没有跟我联系过 失踪了 好阿姨 您别激动 千万别激动 现在谁陪着您呢 一个人怎么行啊 一个人怎么行啊 您等我一会儿啊 我去请个假 然后过来看您啊 别激动啊 等我一会儿 您看 脸都红成这样了 本来就高血压 您再来个急火攻心 闹出点病来怎么办 无非就是死 一个老不死的 一个小没良心的 不就想让我死吗 阿姨您一点都不乖 真是说到哪儿去了 乔大叔叔为您好 他是为我好 他哪门子为我好了 偷偷摸摸自己就跑了 他这是为了让我好 还是让我死啊 您看看 说着说着又急了 乔大叔怎么不是为您好啊 乔大叔您还不知道啊 他什么时候不是一个 先想着别人在想自己的人啊 他在心里想 这么一比较 您跟着他肯定不如跟吴教授了 那他就退出了呗 都是小琴的王八蛋 挑什么条件好的 干嘛不把小布什挑来啊 还是美国总统呢 多牛啊 你眼光真高 看上美国总统了 什么美国总统 条件好 我这是找老伴 又不知道菜市场去买菜 小琴 你去开门看看 也许条件好的那位来了 好 那是要热情招待呢还是 他要把老东西给我找回来 我就热情招待他 我就热情招待他 是 先生 谢谢 您好 好阿姨 来客人了 来了来了 吴教授啊 您来了 快请坐 我还以为是老乔呢 静静 快倒茶 您病了 心病 您喝水 来 谢谢 好阿姨 确实有心病 生儿子有什么用啊 养大了就是白眼狼 竟想着怎么计算他妈妈 您是说顾小琪吗 她她不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吗 对不起 怎么回事 我刚刚过来还不太了解情况 可是小琪哥这事办得太鲁莽了 她也不了解了解好阿姨这边的情况 就给她介绍了一个老伴 听说条件还不错 在美国是一个老专家 可是条件再好 也不能把乔叔挤走了呀 挤 乔叔 小琪哥呢是好心办坏事儿 乔大叔和好阿姨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 这知根知底的 您坐呀 为什么那个 我看我应该回去吧 我本的这个事是这样是这样 对不起 小琪她妈 我这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刚才我刚刚才明白 原来是我的冒昧 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尴尬 哎呀这个事一下子解释不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今天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吧 也算是一个特殊的缘分 我我我还是诚恳地 祝愿您在未来 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足够的金钱 无尽的爱 谢谢您 吴教授 谢谢您 吴教授 我 我也祝福您 那就 幸会 我也祝福您 谢谢 谢谢 那您走好 吴教授 人生何处不相逗 b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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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带我 喂 吴教授 怎么了 您已经气过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 那我现在就滚 我待会儿姐 喂 又咋 我跟你说啊 我又玩咋了 静静 也没什么事儿了 你快点回去吧 要不然不合适 没事 我再待会儿 好久都没来了 阿姨 一会儿给你熬粥喝吧 来 静静 怎么了 算了 不说了 阿姨 你这样反倒不自在了 您从来都是有话直说的 静静 阿姨不知怎么了 每次一有事情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阿姨 有事情你能想到我 说明你没把我当外人啊 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 说明我们两个人啊 有缘分 这回啊 我绝对不会让你在外面 再受委屈了 我没有受什么委屈 真的 江江 你受不受委屈 阿姨心里有数 云青那个人 阴阳怪切的 要是有可能 要是有可能 阿姨还是想 让你再回来 行吗 这恐怕不行了 怎么了 你还记恨我呀 怎么会呢 就是 我已经答应迎亲阿姨了 而且有合同在 我不能毁约呀 我就不该答应 你到他那儿去 阿姨 有乔大叔陪着您 您不会孤单的 乔叔 乔叔 也不知道小七 能不能把他找到 如果小七哥今天 没有把乔叔给你找回来的话 我答应你 一定帮你找到他 蒋佳 阿姨好想喝你熬的粥 老板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家里有事吗 要不赶紧走 没什么大不了的 您这好不容易来一趟 又要走了 我得好好陪你聊一聊 我陪你聊聊 顾小琪啊 好像是 好像我应该先说谢谢你 但是 这话怎么讲呢 我们哪 从小就在学习 学习什么叫爱 什么叫被爱 怎么叫关心 怎么叫同情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事就是 当别人给你爱的时候 不一定就是终点 而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领悟到 也就是领会到那种爱 不管父母 朋友 儿女 当你不能够领会的时候 也就是说不能体会到那些爱的时候 你等于没有得到 父母 妻子 儿女的关系都是这样子 相信你母亲 相信你母亲的感情 相信她的命运 相信她的命运可以在她的感情世界里面 自由拨弄 自由呼吸 将来对你自己的感情也是一样的 不希望别人干涉 希望在自己内心世界里面 自由拨弄 没事了 下课 谢谢您吴老师 怎么这儿了 了不得了 怎么这儿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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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铁盒里有穿可贴 赶紧给我贴上 我的妈呀 快点 快点 俗话说得好啊 老药癫狂是少药稳重 你是越老啊 老师 你是越癫狂了 往后啊 咱这家伙事 我看全都改成娇皮的 要不然呢 经不住 经不住你这么摔啊 少拿我穷不开心啊 不是这样摔俩盘吗 摔又慢点 就摔俩盘子 一天摔俩 往这么摔下去 还过不过了 老药癫狂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昨天我一宿都没睡 从早上起来到现在吧 我这心里就堵得 满 这眼皮啊 照个没完 你说 咱们家 是不是要出什么事啊 这我可知道 这眼跳吧 你这左眼跳 这就是栽 右眼跳 就是财啊 就看你俩眼哪个跳呢 你要这右眼跳 说不得 一会儿你扔垃圾去 倒垃圾桶一起 大塑楼袋 打开一瞧 这罗费杂质 您打的费品 占这么一卖 俩盘子先回来了 我还老边小二喝 这今年就财运大发 咱就赚了 哎 连眼跳 俩眼都跳 完了 我怎么过去 您不是花钱雇了助手吗 怎么现在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要自己亲自操劳啊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她是我雇的人 轮不上你来管 您雇的人 我今天来就是给您报个料 你知不知道啊 您的那个亲肝闺女 现在又跑到郝明君家去了 你听谁说的 你是不是又到郝明君家去了 这你就甭管了 牛仔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又到郝明君家去了 我现在又不是小孩子了 常天堵在这儿问东问西的 我也不嫌疼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跟那个顾晓芹根本就不可能 你干吗要这样呀 什么可能不可能的 阿姨 我回来了 是 是 天真是怎么着了 闹地震那年你也没那么慌 我就是心发慌 你 你这儿干吗去啊 拿去 我上云青家我打给打给你 你说这姜姜老这么拖着不办婚事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老觉得这事蹊跷 但愿他别有什么事瞒着咱们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干吗一神一鬼的呀 我这心里老定不下来呀 我给你 算了 不跟你说 老婆子 老婆子 你 你 你别这儿没事找事了 你跑人家家去打听没过门 点儿女媳妇撒没撒谎 这事是不是有点过呀 那么好让你笑话咱 你别让你 和我妈妈的 我就知道什么事指不上你 别别 我打她怎么了 她是她干妈 那是谁呀 就是咱们亲家 我找她呀 天经地义 二维塔 你妈又闹得上了 什么 人 人已经走了 您怎么不拦着点她呀 我拦了 拦不住 你妈一拔就把我给推开了 我再强拦呢 那揪耳朵是轻着 我的爸爸呀 我说您窝囊也分个时候吧 你大老爷们 关键时刻连自己老婆都管不住 我都替您害臊 这叫哪门的事 丢人丢家里就算了 丢到外头去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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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就去您那儿 行了 不说了 咱们都刚才都谈好了 您放心 我们接了您这业务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呀 一定会保质保量地 把工作做好 照顾老人呀 就得带着孝心布置 我们公司一直有这个传统 我也是这么要求我们的员工的 谢了 谢了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别去呀 您 您什么意思呀 这合同我这儿都签字了 就差您这品了 您 您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呀 您是信不过我们呀 您是信不过我们呀 您掏的是钱 那我们的天使去给您的老人 当儿当女尽孝道 您好腾出功夫来搞事业呀 这不两千七美的事吗 这 你爸是你爸 我爸是我爸 你对你爸都那样 何况对我爸 这样吧 要不你给我打个折 小豪 送购 送购 老人家 给你打听一下 那个云青他住哪个院啊 就这院 这红门 您在这儿 得嘞 谢谢您嘞 没事 没事 回去啊 回去 小子 你起来 你干吗来了 你看我 你快 妈 您知道你给我添妥妥乱的吗 不行 我这是活活砸了笔蛋了 起构了 你砸一笔业我 我还砸俩盆的 你看你妈手都破了 我这损失找谁拍家 这不是一码事 我不跟您扯这个 您就这么直不冷门 取人家问去 那什么事都得让人给搞砸了 提高人 砸什么砸呀 我心里不踏实 我找去你们我对点号 对上号我心里踏实 这有什么呀这搞 不是有 有什么 这关系大了 这麻烦大了 这娄子捅大了 您知道吗 不是 我是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咱们不说别的 咱就说这云青阿姨 您怎么过去一问 那您这不光是怀疑江江撒谎 您这还让云青阿姨沾了 跟湘江合谋的嫌疑 咱们将心比心地说 那换了您 您心里舒服吗 咱们再说江娘 这是江江万一 什么万一 她以后肯定能知道 她要知道了 她往后怎么 这儿媳妇怎么 怎么跟您这婆婆相处啊 你这心里头结个嘎嘎 这不添堵吗 那您让你妈怎么着 让我装着江江 这么一闷糊涼 让我瞎塞 你看看把你妈憋死得了 人跟人相处 不得信任哪 那我不能因为信任 让人够装麻袋吧 那你妈不是成大傻子了吗 行行行 那这么说 我 您儿子 您这总该信任了吧 我跟您这么说啊 我 我冲着对江江的了解 我向您保证 她绝对不会贪图这四合院 才拖着不办婚事的 她那是想啊 帮着云霞阿姨 把书考赶紧完成了 回头再处理咱自个儿 压的事不是 真的 我要是骗您 从今往后 您别认我这儿子 您把我一脚踢出这家门 请 小子 你明知道 你妈不能可以踢出家门 妈 这会儿您就甭扣这四合 这不是您强心啊 儿子 你知道妈 为什么不进这门吗 我呀就怕给你添乱的 懂不懂 懂 您这叫高风亮节 顾全大局 声名大义 儿子 妈觉得吧 这江江 压根儿就没那么简单 什么简单不简单呢 不就是一小丫头片子吗 顶多了 有点小聪明劲 还点小鸡链 我就怕她到结果眼上把一脚把你给踢了我 你信不信 不信 咱娘俩打个赌 谁还盯着 哪儿有老妈跟儿子打赌的呀 哪儿有老妈跟儿子打赌的呀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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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对自个儿都没信心 没信心吧 行 这赌我接了 一二三 转转转 马上我送你回家 妈 妈别练了 吃点东西吧 怎么能不吃饭呢 吃什么吃 吃饱让你气我 哪会呀 您是我妈呀 嘴上说得好听 先是把江江气走 再把乔叔撵走 你说你做的事情 哪件不是往我心脏捅刀子 往我眼睛揉沙子啊 我今天去找乔叔了 能想起来的地儿我都去了 打了电话他手机也关机 这 真的是这样的 这不正合你的意吗 你不就是想把人赶走 谁也找不着吗 妈 您误会我了 我真的没有想 真的没有想撵乔叔走 我就是想让他 让他自己 之难而退 这回是退了 退得无影无踪了 你满意了吧 我 我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乔叔这个人也真 太死心咬了吧 你这是诚心 行了 行了 妈 你看以后我不会这样了啊 我这次一定会把乔叔找回来的 找回来之后 我也再不会阻拦你们了 你们两个想怎么样发展 怎么发展吧 真的 我说实话 你是不阻拦了 可是他人呢 在哪儿啊 她人在哪儿啊 我再防救你 站住 顾晓琪 你干吗呢 不接电话 陪我妈呢 她情况不太好 你妈情况不好 我告诉你现在 我情况也很不好 你要让我再这样等下去 我就疯了 刘子 今天不是时候 咱们俩能不能 约个地方见个面啊 电话里不能说了 电话里要是能说 我还约你出去干什么呀 那明天吧 明天行吗 随你的便 来 喂 喂 刘子 那出来吧 电话里谈谈不行吗 电话里能解决的事情 干吗非要约你出来呢 那 那就明天吧 那随你便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挂了 别别别 逗你玩的啊 早知道这样 你何必当初呢 你没听说过呀 生命在于折腾 爱情最大的奥秘 就是反复的这个折腾 走了 店长 走了 都说这些没用的了 来 我去你家那边吧 咱们就近 找个酒吧坐一下 你疯了 现在结婚 怎么了 咱们两个跟江江见招拆招 玩了多少个会合了 你跟我有一次占了上风吗 我可是想了一天了 只有这最后一招 才能彻底地堵住他 趁心而入的可能性 可是 除非你想跟我散伙 我没这意思呀 那就别可是 对 佑子 我妈她现在正在气头上 咱俩一结婚 就把分歧上成了矛盾 就发生质的变化了 你说你为什么非要逼着我 做一个非死即比的选择题呢 咱们两个人 能不能把这件事情 搞得不要那么激烈 不要成为烈士 无谓的牺牲是不必要的 顾小琪 你说你要拖我到什么时候啊 这道非死即比的选择题就是 你到底是选择我 还是选择你妈 你这道题 太不人道了 我不人道 我都等了你多少年了 你还要这样地拖下去啊 不是我非要给你出这道选择题 是到了你非得解答 这道题的时候了 顾小琪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柚子 天底下的孩子 都是妈生的 可是妈只有一个呀 不是我吗 顾小琪 你是个懦夫 我是个懦夫 我有勇气对我自己心爱的人 说这种话 我能是个懦夫吗 谁敢啊 多多点鸡蛋啊 好 阿姨 早点买回来了 好 你先柚子送去吧 好 柚子姐 起来吃早点了 我不吃 你别老来烦我 怎么了 他说他不吃啊 柚子 柚子 你怎么了 你别管我 你们谁都别管我 我不想活呢 柚子 你怎么了 啊 你像风一样离开 寂寂寞 寂寞在我怀里 泛滥成灾 你羽细 你也番营进去 那…… 那样离开 若是若 没有想遍 尽伤 好 你遍摇 有些讯解 有些相避 在 gentlemen 不知一切怎么继续 也许只有等待天意 可能很傻 傻而迫不得已 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 我看得到却进不去 霓虹淹没悲喜 沉默当足迹 我不声不响也不言语 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 我看得到却进不去 你的眼神有力 落在空空天际 我守在原地享受你的气息 不知一切怎么继续 一切只有等待天意 可能很傻 傻得过不得已 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 我看得到却进不去 霓虹淹没悲喜 折磨当足迹 我不声不响也不言语 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 我看得到却进不去 你的眼神有力 落在空空天际 我守在原地享受你的气息 也遛自己 想让我唠 Sl corn 偿 不ché 猙可以 费 leaders 我们 一下 我们 在原地 我们 幸好 我们 牙 wrapped 暖 甜